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現在要回去的路上 想說有時間就來採接瀑布 我來逛一下 看起來已經滿夠在這裡完成了 聽說這個瀑布有三層 所以我會往上走看 我今天可以走到哪裡 所以等下要繼續往上吧 那你可以往上走 走喔 第二層瀑布喔 那這裡還比較好走 好 這個才有那個啊 出來玩的感覺啊 哎呀 這裡也超舒服的耶 雖然太陽有點大 有點流汗 只是有一點風 然後又有瀑布這樣 我覺得滿適合過來 泡泡腳的 很舒服 在這裡做個 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然後後來再泡個茶 我覺得還不錯耶 欸這不是 臨時可以拿出來瀑一下了 秉立要被夾魷魚 好囉 剛剛 前面第一層 然後這個是 第二層瀑布 然後等一下我要往上走 你說往上走 要坐溪 有點難度 然後你就看我們可以走多遠 算去看看吧 走沿著這條路 感覺不錯啊 就這樣啊 鋪著墊子 然後有漱衣 又有水 這裡啊 這裡就要做一點溪 然後走那條路上去 對啊就走這裡啊 走上去啊那條條路啊 這條路 叫...欸水好舒服喔 欸小鯉要我怕很滑 現在到這裡了 等一下從那裡 拉繩子上去 走走走走 欸欸欸 快到了快到了快點 在那邊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那我附路在那邊 那邊 這盤下得到了 腳很賺光耶 這應該有 應該有六層樓那麼高了 看到嗎 等一下走進那裡看應該超壯觀的 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上來有點小難度 可是看到你會覺得超壯觀的 現在有魚耶好多喔 我去看瀑布剩下面是長怎樣 OK的 小鏡很滑喔 你看這條路超猛的 你看這條路超猛的 山谷現在一路上來爬到這個最壯門的地方 就這樣 好囉我們要走出去了 然後今天這個瀑布就是總共分三段 那前面前段跟中段那兩個瀑布其實都是水比較平的 蠻適合親自來玩的 然後這個瀑布就是比較陡 要爬岩石 所以建議就是還是要穿 琢奇鞋 雖然最後一段瀑布就是上去有點難度啊 就是你要去爬岩石 然後可是到了以後我會發現瀑布真的是很壯觀 大概有五層樓左右的壯觀吧 然後直接 一卸了一下真的是很美 所以 算有點難爬 可是還是很多人會上去瀑布那裡拍照 就專門為了去看瀑布 所以就是想要挑戰想要看瀑布的還是蠻隨便上去看一下的 真的是很壯觀 那今天這裡瀑布就到這裡囉